全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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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裡是尼克星全集的尼克 那接下來的每週我將會更新一部影片 如果你是對全集很有興趣 但是沒有概念 或是礙於預算考量 或是地區限制 沒有辦法實際去學習的朋友 等時收看影片我會從零開始 教你全集的一切 我會從全集的戰架 移動 出拳 組合拳 拳擊的防守 閃躲 反擊拳 你所想學習拳擊的一切都會在這部頻道 依序的推出 那這些影片就是你接觸拳擊最好的教材 那如果你想接下來的每週都跟我 慢慢的學習拳擊 那請你訂閱我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才不會錯過最新推出的 教學影片 首先我們先從拳擊的戰架 戰隻開始 平常我們人類站立的戰隻是 兩腳開開的 正面平行的面對前方 但是如果我們要開始打拳 我們面前會有個對手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這樣子站 因為這樣子站正面面對對手 我們暴露的弱點太多了 很容易被對手打擊到弱點 所以我們要站到方便我們去做進攻 也方便我們去做防守的拳擊姿勢 拳擊的架式也不只只有一種 有非常多種的拳擊架式 這些架式也分別有著不同的變化 所以你在這邊需要先挑選一個拳擊戰架 那我在這邊會大致介紹五種拳擊的戰架 戰架的維持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是說你不管是在移動 或是出拳 或是出完全以後 你都要回到你原來的拳擊架式 首先在進入拳擊架式的介紹以前 我們要先把腳的位置搞清楚 那這邊就要區分你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話 你就是左手左腳在前 以及你的右手右腳在後 那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話 你就是相反過來 右手右腳在前 左手左腳在後 那以下所有的戰架如果你是右撇子 都是左腳在前右腳在後 如果你是左撇子那就相反過來 首先介紹第一種的拳擊戰架 叫做皮卡布 這個戰架的代表人物是泰神 也就是他最招牌的拳擊戰架 那這個戰架要怎麼站呢 那基本上就是 左腳在前右腳在後 但是兩腳是趨近於平行的 將你的雙手放在你的臉頰的兩側 並且手肘是貼緊身體 下巴收起來 這個姿勢就是我們皮卡布的拳擊架式 這個架式的優點就是你的防手是還不錯的 因為你的手是貼近在你的臉部的兩側 所以對手比較難去乾淨的打中你的臉部 還有你的兩腳是趨近於平行 所以你前進靠近對手的速度可以很快 那在靠近對手的同時 再利用這個戰架獨有的中擺式的閃避 在快速閃躲的同時靠近對手 這個戰架常見的攻擊手段就是 打擊刺拳做假動作 在快速的用中擺近身之後轉換腳步 以主要的勾拳作為攻擊手段 這個戰架會很適合你是個子小 但是非常有力量的選手 這個戰架的缺點就是 基本上你要站這個戰架 那你的戰術就只有前進而沒有後退 腳站的平行的位置其實也不利於你做後退進行防手反擊 再來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看我在這個戰架我的手的位置 在我臉部的兩側 我的下巴是被很緊密的防守好的 但是可以看到我的太陽穴 其實是沒有被保護到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 其實頭部還是有其他的部位 上半部還是有空檔 可以被對手打擊到 第二種的防守戰架叫做High Guard 也就是我們高位的防守戰架 這個戰架跟我們上一個Pickup很像 可是還是有些許的不同 這個戰架的腳 是站一前一後 左腳在前 右腳在後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話 那我們的手會從我們臉頰的位置 變成到我們的太陽穴的位置 這個變化的優點就是我的防守更好 對手會很難的趕緊攻擊到我的臉 做了攻擊第一時間都會先碰到我的拳套 我的頭部是被我的拳套很好的保護住的 在這個防守的戰術就是 依靠著頭部堅固的防守 去壓迫對手 壓迫對手到神角 之後再進行攻擊 這個戰架的缺點就是 即使你手拿很高 你的頭部的保護是非常的好 但是對手攻擊的時候接觸到你的拳套 其實還是會受到震盪 還是會受到傷害 以及在這個狀態 其實你的視野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假如對手出拳 其實基本上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站在這個戰架在被對手攻擊的狀況下 你也不好的去做反擊 因為你的手是拿起來的 肩膀是比較緊繃的 所以對手攻擊你要反擊 其實是會有一點不是那麼的自然 以及我的手在頭部的兩側 我要攻擊相對來說 打擊的距離也會比較遠 這些是這個戰架的缺點 第三種就是我們的 Hands down 放手戰架 那這個戰架很著名的招牌人物 是Roy Jones或是Prince 這個戰架的特點就是 腳一樣是一前一後的站好 但是因為我們要運用閃躲 所以腳基本上會站得更寬 有著更好的重心 手不會放在臉部的旁邊 手會直接放下來 感覺很討厭的感覺 對手在出拳的時候 會運用頭部的閃躲 來給予反擊 這個戰架常見的戰術就是 使用頭部擺的位置 來引誘對手掉入陷阱 比如說我可以把頭擺到前面 去騙對手的距離感 頭擺的位置在很前面 對手會以為攻擊到了 他會在這個時候出拳 讓我這時候可以騙到這個距離 並且給予反擊 或是把頭擺到左邊 這時候對手會瞄準我左邊的位置 把這個距離騙到以後 給予右拳的反擊 頭部的位置來作為引誘 使對手掉入陷阱 並且在他沒有注意的狀況下 給予致命的反擊權 這個戰架缺點很明顯 那就是你的手是放下來的 你的頭部完全就是一個 很大很大很大的空檔 手放下來你的防守是非常不好的 防守會非常依賴你的反應速度 以及你的容錯率會非常的低 你只要吃到一拳乾淨的重擊 你就很有可能會倒下來 但是這個戰架優點就是 你可以去騙對手的距離 以及你的視野很好 你的出拳會很難判斷 因為你的拳是從下面出來 會在對手的視線死角 然後你的反擊也會很難被看到 也會不知道你要出什麼拳 但是其實我不太推薦大家使用這個戰架 因為這個戰架容錯率極低 你只要一個判斷錯誤 你就很有可能被乾淨的擊中 第四種拳擊戰架就是我們的 VVShell 這個戰架呢 最招牌的人物 運用的最精通的 就是我們的梅威瑟 那你的腳一樣是一前一後的站好 左腳在前右腳在後 左手彎曲下放保護住你的身體 那右手會在你的下巴的位置附近 重心會比較高 有一點微微的後仰 在這個架式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對手的拳 比如說對手出刺拳 你可以使用右手去做撥的動作 去卸除掉他的攻擊 那對手如果出右直拳 你可以用這個轉肩的防守 利用肩膀的轉動 去卸除掉他右直拳的力量 肩膀的轉動 加上一點微微的後仰 這時候對手的拳 會從我肩膀上面劃過 對手朝我出左勾拳 我可以把右手放在我的臉部側邊 去做格擋 所以就是對手如果出一個 組合1 2 who 我可以使用 撥 轉肩 擱擋 以及你也可以使用彎腰 來去閃掉對手的攻擊 對手出上勾拳的話 在這個架式之下 你也很難被上勾拳打到 因為你重心是有點微微後仰 他的上勾拳要打擊到你非常的困難 那這個架式你只要注意四種拳路 也就是我們的左右直拳以及左右勾拳 所以假如對手出一個組合 1 2 3 2 1 2 hook right 我可以使用 撥轉擋彎腰 去閃避掉對手的組合拳 這個戰架的戰術會主要是以防守反擊為主 怎麼反擊呢 也就是利用我們這個轉肩的防守 去給予反擊 假如對手朝我打出一顆幼直拳 我在轉肩的同時 重心移到後腳 卸除掉他攻擊以後 我可以立刻轉回來 給他一個幼直拳 或是轉完 給他一個上勾拳 其實在這個架式 你的刺拳也會非常的犀利 因為你的拳是從下面出來的 也就是在對手的死角 對手會比較難看到你出了刺拳 在神邊的防守 使用這個戰架也非常的適合 梅威澀他從來都不會在神邊的時候很慌張 或是很害怕對手的重擊 因為他很以待這個戰架 來使用他的防守反擊 去攻擊對手 並且找機會逃離身邊 這個戰架的優點在於你的視野 是非常好的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的身體 是被很嚴密的保護住 你基本上不用擔心會被打到身體這件的問題 相對來說缺點也很明顯 就是你的頭部也是暴露了一個很大的空檔 反應沒有到位 你判斷錯誤 對手出一個刺拳騙你 結果你去撥了 結果他哪一顆真的左勾拳 碰 往這邊打進來 其實你空檔就暴露出來 所以這個戰架也是非常的依賴你的反應 來去做的 最後一個戰架是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拳擊的傳統戰架 那也就是全世界大部分選手都在使用的戰架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在使用呢 很簡單嘛 因為好用嘛 這個戰架也是我最推薦初學者 一開始接觸拳擊所接觸的戰架 因為在這個戰架 不管是進攻或是防守都很萬用 你的防守很穩 你的進攻也會很強 那如果你是右撇子就是 左手左腳在前 右手右腳在後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話 那你就是右手右腳在前 左手左腳在後 你還不知道怎麼站的話 你可以現在跟我一起去 先維持到你平常的站姿 接著把雙腳打開 大概與肩同款 接著把你的右腳往後 踩步 一樣大概是與肩同款的距離 接著把你的身體和腳轉向側面 那這時候轉完你的前腳 腳尖是指向1點鐘 後腳的腳尖是指向2點鐘 膝蓋微蹲 如果你有衝過浪或是滑過雪 或是滑過滑板 那基本上就是那種微蹲放鬆的感覺 把你的右腳腳跟微微的墊起來 這時候兩腳平均分攤重心 50%重心在左腳 50%重心在右腳 右手放在你的右邊的下巴 左手放在你的眼睛的前面 那你的手肘要記得 微微的貼緊身體 不要打開 要貼緊身體 下巴收起來 眼睛往斜上方看 有點像在瞪人凝視人的感覺 還有一個重點 在這個架勢之下 你的骨盆是微微的往後彎的 不要是直的 直的這樣很奇怪 微微的往後彎 這樣子就是拳擊的基本架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架勢之下 我是側面面對對手 所以我不會露出太多的空檔 左手放到我的眼睛前面 對手插我攻擊的時候 第一時間不會碰觸到我的臉 會先碰觸到我的手 下巴這個脆弱的地方 收起來了 可以被攻擊的弱點全部藏了起來 大家可以試試看 站在這個架勢 維持一分鐘的時間 去習慣這個架勢 當你習慣了以後 你可以試試看 做一點擺動 一點節奏上面的變化 你可以把重心放到前腳 再把重心放到後腳 前後 前後的擺動 大家可以站在這個架勢 一分鐘的時間來當作練習 站著一分鐘 加上前後擺一分鐘 去習慣這個架勢 再來是移動 我們在任何情況的移動 都要保持我們的拳擊架勢 第一的時間 我們要先確定一下 雙腳的間距 大家可以在做的同時 往下看一下你雙腳的間距 大概寬度是與肩同寬 或是比肩寬再寬一點點 不管你要往哪個方向移動 你都要保持到現在這個站姿 以及重心穩定的狀態 那往哪個地方移動 就哪一隻腳先動 如果要往前移動的話 前腳先動 後腳跟上 那我前腳踏多少距離 後腳就跟多少距離 注意的是 不要你前腳踏一點點 但是你後腳跟上跟很多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就失去了原本很穩定的重心 很好的間距 這樣子我間距就不見了 我就失去了重心了 所以你要隨時的保持好你的間距 往後面移動的話 後腳先動 前腳收回來 後腳踏多少 前腳收多少 那我要往左邊移動的話 左腳先動 左腳往左踏多少 右腳往左跟多少 往右邊移動 右腳先動 左右移動你要注意 你不要往左邊移動的時候 右腳先動 這個狀態被攻擊的話 很容易失去平衡 所以你要記得 往哪邊移動 哪一隻腳先動 移動的重點你要放在 重心的穩定以及間距的維持 還有上半身動作的保持 你不要一移動 下巴就抬起來 或是一移動 你的手就掉下來 這樣是我們一步的移動 那如果我們要連續的移動的話 腳就輕鬆的跳起來 然後用我們的前腳掌移動 往左也是 輕鬆的跳起來 往右 在連續移動的時候 我們都是前腳掌接觸地板 還有一個常見錯誤就是 腳跟 接觸地板 在用腳跟接觸的狀態下 對手這時候攻擊的話 我沒有辦法馬上往後側 我會重心不穩 所以記得 都是用你的前腳掌 去接觸地板 不管你要往哪個方向移動 都一樣 熟悉之後 在這邊給你一個挑戰 你可以站到拳擊之勢 並且做移動的練習 往前 往後 往右 往左 時間設定兩分鐘 去練習前後左右的移動 不管是一步的 或是連續的 那你做完以後 你一定會感到小腿很痠 或是大腿很痠 然後我跟你說 這是正常的 因為平常沒有人會這樣移動 人在做到不熟悉的動作的時候 都會特別的消耗體力 把今天所教的拿去練習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覺得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給我一個讚 這樣會讓我更多的動力 來去製作下一支影片 那教學就到這邊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